太原又找到一家重庆火锅 看这名字取得柴米老火锅 你们是第一次去重庆 第一次 在重庆吃了火锅觉得不错 冒出回来看火锅的想法 就这样 我俩特别喜欢吃火锅 然后想开火锅的 就开火锅的想法 这是重庆的火锅底料吧 重庆的底料和油 是从重庆那边进回来的 对它给我发回来的 进去给你供料是吧 对我没有呢 它就给我老板回发 比如说是固定的 比如说固定一次 进一次回来能用多久 大概两三个月 那进一次后大概要花多少钱 方便说吗 两万块钱 哇塞不便宜啊 主要是料 对 一次是一斤料 一斤料 三斤油 好 它是500克吗 500克又是一斤 你确定你学到的是正宗的重庆火锅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因为我这个时候在重庆有三个点 哦三个点 今年刚开了就算300多瓶 400瓶一个店 好好好 然后辣椒是三种 一种是香的 一种是辣的 一种是漂窝油的 你这个辣椒也是从重庆那边 重庆翻回来的 重庆 这个是好东西啊 这是啥 纯牛油 牛油 纯牛油 纯牛油 这个也是那边 很多就是吃的那个香 还是浓厚的那种 不是说是吃的干辣 或者香 来尝一下 看整不整整 看老板又没得学到精髓 我们都上齐了 来老板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来给我们上了些啥好吃的 这个是 先说这个吧 这个是本店就是 重点推出的那个啥啥鸡爪 还是炉好的 一个咕吵鸡爪 好的好的 就是一煮的辣锅里面 玩得特别脱骨 这个是 这个是咱们的火山牛肉 就是经过腌制 它再煮它也不会冷 好的 很嫩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经典麻辣牛肉 经典麻辣牛肉 对 好的 这个是肥牛肉 肥牛 那这边是 火山鱿鱿 咱们这边的网红 火山鱿鱿鱿 这个是云上鱼豆花 重庆的特色 豆花 对 豆花 这个是猫肚 好嘞 那这个锅底是多少钱 58 好 今天给我队友老邵 还有他同事 吃个重庆货锅 味道怎么样 挺好的 是不是重庆那个味道 没去过重庆 没去过重庆 对 去重庆感受一下 对比一下 好的 你们吃 谢谢 好 这是他家一个 这个菜单 价格 品类 我闻这个味 是我们那边的感觉 想当时了 这一份怎么卖 28 28 肉都不贵 肉费28 28 下面这铺的这是什么 土豆丝 土豆丝 能一块倒也许是吧 土豆丝就是七八秒 在里面有褐色 还麻吉爪 一样一块儿 立立分明炒得好啊 那像山西的这些名菜过油肉啊 这些会不会做 会 会 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一样一样一样 哎呀还是存在这种老式的这种饭盒里 对 他其实吃这个炒饭的鸡血 就是这个 啥意思 这个老南瓜 哦 煮的里边煮的绵绵的 然后拌着拌进去 特别香 特别香 好好好 来 你看两口子啊 自己吃点小火锅 还蒸点白酒 安逸 然后开了一个小店 南瓜煮棉了 和淡炒饭 这个吃好香啊 越辣越爽 越爽越辣 对 越爽越想吃 越辣越想吃 有点像虾滑的感觉 哦 你蘸一下 蘸一下 豆花 豆花好了 豆花很嫩 但是呢 里边加了这个鱼籽啊 看到这里有一种 这个爆爆的感觉 就咱们今天三个人 是吧 这个锅 加这些菜 一共花了多少 最后两百多 多少 两百多 两百多 三个人啊 我觉得吃得很饱 很好 也有人均不到一百 刚才那桌是 两个人花了两百多 但是呢 点都是肉比较多 都是重庆火锅 必点的一些荤菜 你来点评一下啊 刚开始吃进去 不用点评 就吃不出啥东西来 吃火锅 现在我们吃到现在 差不多是一个半小时了 它这个牛油嘛 要得熬 熬到最后 你才能吃出一种感觉 我觉得它这个 首先啊 这个辣味 麻味还是有的 吃到现在 你看我这个嘴 还是麻的辣的 但是呢 我们也没吃到 这个馒头大汗的感觉 就是它这个 还是掌握了 火候上我比较好 可能还是要符合本地人吧 如果拉得很 很馒头大汗 是受不了的话 我觉得估计本地人 能吃的不多 幽默那边的味道 至少八成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啊 至少八成 又重取火锅的味道 那现在让老板 说一下位置啊 他家这个位置 稍稍远了 不太好走 老板你说一下 杏华岭区吗 对杏华岭区 然后上边是杏华岭二中 它正常行驶 到了头一班导航 让你右转掉头 然后往下走 右转掉头 往下走 就到那了 好好好 希望过来吃火锅的朋友 今年都大发财 看这棵柳树 好茂盛啊